娱乐圈总是时刻充满惊喜和未知 不知名的演员可能衍生出大暴剧 基于厚望的大制作却有可能流于平庸 因为这种种的未知 打脸和真相也时常在娱乐圈上演 陆寒和关小彤的定情之作甜蜜暴击便是打脸时政 当红小生和新晋小花诚意之作 却仅收获了豆瓣2.7的评分 有83.1%的网友打出了一星 可谓是差评横飞 大开零级的图兰朵 在9000多个市警人员中选中了女演员关小彤 江文、胡君、苏菲马索给其作配 影片本被寄予厚望 结果仅收获了3.2的评分 打脸的例子不胜美举 真相的例子同样不在少数 除了陈情令、东宫等经典之作 这位女星也有两次让人真相的剧作 她12岁与肖战偶像合作 33岁获肖战作配 三夺最佳女主角 她就是女星张荣荣 张荣荣的父亲是法国人 母亲是中国人 两人离异后她与母亲一起生活 因为混血长相 她从小便是众多童装厂商的小模特 1997年 张荣荣以童星身份出道 出演了刘德华的音乐录影带 如果看到她请告诉我 刘德华是无数年轻人的偶像 连肖战都是她的粉丝之一 12岁便和天王刘德华合作 张荣荣无疑是幸运的 之后张荣荣当过主持人 出演过短片 一直在影视圈的道路上发展 因为纯熟的的演技 三次夺得最佳女主角大奖 张荣荣抑郁的长相颇有辨识度 但严格而言 她并不算大美女 因此出剑时并不会给人纪念质感 但张荣荣通过出色的演技 还是屡屡为自己证明 曾两度让网友感觉真香 一次是在陈凯歌指导的 古装魔幻爱情片 妖猫传中扮演四大美人之一的 大唐贵妃杨玉环 妖猫传中美女无数 其中更不乏张雨起 张天爱等知名女星 对于张荣荣 丽娅两人担任女主 很多网友表示不解 但张荣荣的表现 彻底打消了网友的疑虑 她扮演的杨贵妃不留于世俗 既有胡人的混血感 又有一国贵妃的经验质感 这部电影斩获七点名的好口碑 张荣荣的杨贵妃也被奉为经典 张荣荣的另一部真香之作 则是和徐凯合作的 从前有作《林剑山》 剧中张荣荣和徐凯是师徒恋 两人生活中也存在姐弟年龄差 最初观众是不买账的 但随着剧情的深入 网友却将这对CP锁死 从之前的看到她就快进 到后来的快进去看她 这反差 无疑是张荣荣的魅力所在 张荣荣有演技资源也相当不错 12岁与肖战偶像合作 33岁或肖战作配 在电影素人特工中 张荣荣扮演的是女主角淼淼 肖战则出演一个没脚的小凤 如今肖战已是顶流 张荣荣屡夺大奖却迟迟不红 让不少网友深表疑虑 张荣荣今年参演了五部作品 其中两部电视剧三部电影 不难看出 她将工作重心放在电影上 自然流失了不少电视剧的观众 加上她素来低调 先少出席各大活动 自然不算不能与流量相提并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35岁的张荣荣已经结婚八年了 2013年 她音乐人姬佳松结婚童年担下一个女儿 算起来如今孩子已经八岁了 张荣荣虽一直活跃在影视圈 但作为一个妈妈 她生活的重心必定倾斜一部分到家庭上 35岁的张荣荣虽然不红 但作为一位演员她是合格的 期待看到她更多优质的作品